今天呢這件事情真的是越想越獨然 真的不抒發一下我真的會渾身不舒服 既然你要公審我的話 我就在這邊公開的回應你 這部影片沒有盈利 大家可以當個故事聽下去 首先呢這名實況主下雨天抒發心情 老實說一開始覺得沒有怎麼樣 直到昨天遊蜜玩家跟我聊天時才覺得 喔好像真的蠻沒禮貌的 創辦全服角色系列這個企劃也一年多了 在群組裡的人都知道我從來不排斥 大家與其他YouTuber合作 為了讓更多傳說對決玩家 看到不一樣的打法和全服最強角色的精髓 我從不排斥也不限制 就像之前國王說錯一樣 做了同樣的企劃時 當下看了也蠻杜爛的 這邊國王XX我只想到這個頻道 如果我說錯的話 歡迎大家糾正我一下 這杜爛的原因是因為他埋了一個人 在群組裡細節之後會再說 但看到一個全新的剪輯方式 以及講解方式 在這邊回到正題 在四月多的時候 就有詢問某YouTuber 是否要一起做同系列 並帶給更多娛樂性質的影片 當下他回覆說好 但我留下聯絡資料之後 就沒有下文了 之後隔了將近一個月後 突然發現他的頻道 做了跟我頻道近乎一樣的影片內容 雖然本質上沒有所謂的抄襲問題 畢竟現在YouTube生態本來就是大同小異 但實際內容卻是幾乎87%像 而且是我在邀請他之後才發生這種事情 這種感覺就像你跟麻吉說 你有多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事隔一個星期之後 你麻吉就跟那個女生在一起一樣 叉叉這個章話 我就不說了 老師說失望大於難過 反正後面就說 只能說自己眼瞎看錯的人 接著他帶了他的粉絲團 貼了這幾張圖片 真的是更讓我超級不爽 他貼的第一張圖片是 他密我IG的小盒子 詢問我是否合作 他在這邊講說 我說可以啊 哈哈蠻有趣的 好啊 那他說 他說到時候我找八個有稱號的人 再跟你聯絡 他就留下了他的LINE的資料 然後他貼了第二張圖片 他說結果對方私底下找人拍片 我就說嗨 我密了我一個朋友 好友名當你的朋友 問他有沒有興趣 一起拍片投稿 就這兩張圖片 我想對這兩張圖片回應一下 這件事的事實 第一件就是他留下了聯絡資料之後 就說沒有下文了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片 4月30號 好啊 到時候呢 他要找八個有稱號的人 再跟我約時間聯絡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天啊 這個合作是怎麼回事 你留下一個LINE 跟我說你要找八個有稱號的人 跟我聯絡 是你沒有找人 這才是你自己 因為沒有找到人 沒有合作的下文 你怎麼會反而怪在我身上 你今天要找我合作 第二點 突然發現事隔將近一個月之後 突然發現他的頻道 做了跟我頻道幾乎一樣的內容 你自己在下面就自己打你自己的臉 雖然本質上沒有所謂的抄襲 畢竟現在YouTube生態本來就大同小異 但是17內容卻有87%像 全服最強這個其實實在 越南伺服器很多實況主都做過了 而且呢 我會做全服最強 也不是受到了你的啟發好嗎 而我是受到了國王綽綽 那時候拍了台服第一的蘭鐸的影片去分享 我覺得哇這個影片也介紹的太棒了吧 剛好這個時候有很多台服最強的玩家 寫信道的頻道 問我說可不可以投稿影片在我的頻道上面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沒有做 直到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欸覺得不錯 那時候想說如果我最近沒有騙上的話 我就把以前這些存在的影片全部都慢慢上片 第三點 而且是在我邀請他之後發生了這種事情 這點就夠好笑了 你第一次寫信到我的IG 要跟我合作的時候 那個時候時間已經是4月27號 我在之前就已經有做過這類型的影片了 你怎麼會想要這樣說呢 你是傳說對決全服最強的里長博嗎 跟你的頻道合作之後 是不是都不能跟其他頻道合作 都要經過你的同意 這樣會不會覺得你真的是有一點很可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些全服最強的玩家夢想琳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情 已經有很早就有人寫信道的頻道要求跟我合作 只是那時候我沒有興趣要做這類型的影片 只是最近我剛好有很多事情 要忙去處理我新家的事情 我就想說好 我就來把這些以前的影片 基層素材一次放出來 還有十幾部影片我根本就還沒有剪 結果對方私底下找人拍片 我找的這個人呢 是在我遊戲裡的好友名單的一個好友 但我現在把他刪掉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太誇張了 我也不想說他是誰 但他可能是無意 就是把張圖片傳給對方的 他們這些全服的玩家呢 都是我在玩遊戲之後 一個接著一個去認識的 包括之前全服 五路最強的玩家跟我一起玩遊戲 這都是他們透過一個跟一個介紹認識 我唯一看走眼的就是我邀請了這名全服的玩家 問他說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玩的不錯 有沒有興趣在我頻道露臉一下 你知道這件事情就覺得很好笑嗎 就是有一個商品 然後啊我要上市了 欸 Seven跟你說 欸你這個東西如果放在我們這邊賣 你不能拿去全家或是萊爾賦賣 其實我覺得大家玩到全服最強 不就是想要讓世界上的更多人 知道你是全服最強嗎 你怎麼會想要局限大家這件事情 當然你前面也自己打你自己臉 你不排斥跟其他YouTuber合作 結果呢做了這些影片之後 就被你這樣子公開在你的粉絲團 你想要公審我 我真的很傻眼 當然如果這就是你想要的合作方式的話呢 沒關係我也不排斥 當然這真的是我看走了眼 如果你想要看全服最強的 玩家的頻道的精華的話呢 歡迎訂閱夢想林 Dreamlin他的頻道 再連結呢我就不放了 大家可以去YouTube搜尋一下